HELLO,又是我DONALD 在這麼熱的天氣,不知道大家會想吃什麼呢? 而我自己就最喜歡吃雜果啫喱 它好吃得來,又有很多變化 而且又可以做出不同的形狀 如果還可以跟家裡的小朋友一起做,效果就更好 我們看看有什麼材料 再看看做法,先把啫喱粉倒進去 把啫喱粉倒進去 把啫喱粉倒進去 要加什麼呢? 就是加魚膠粉 大約一斤半湯匙 然後攪拌均勻 啫喱粉和魚膠粉都攪拌均勻 就可以加熱水 把啫喱粉都攪拌均勻 就可以加一點冷水 加冷水就可以快點在冰箱裡瀝 把已經冷的啫喱水 就可以放進不同形狀的玻璃盤裡 放進冰箱,冷藏半小時 直至瀝為止 接下來我們就開雜果了 如果各位網友想用新鮮的生果 記得菠蘿、奇異果和木瓜 就不要加進去 趁第一層的啫喱雪 我們就可以準備第二層的啫喱 一樣倒完包啫喱粉 加魚膠粉 再把它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就可以加熱水 加熱水 啫喱粉都溶了 就可以加熱水 各位網友不用怕 不是你的手機有問題 是我們真的按了快鏡 做法其實跟剛才的兩隻顏色是沒有分別的 加熱水 放進去 直接放進去 所有東西都預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放進去 過了半小時 看吧 既然看到它瀝了 即是可以 看到它瀝了 我們就可以倒一些雜果 雜果就鋪好了,就可以加第二層啫喱水 倒完啫喱水,又放回雪櫃,多冰多半個小時 過了半個小時,紅色也瀝了 第二層啫喱水,就可以把第三層啫喱水加進去 又放回雪櫃,多冰多半個小時 時間過得特別快,又半個小時 見它都啫喱了,就可以把雜果倒進去 倒完啫喱水,當然是加啫喱水 完成了,放進雪櫃,多冰多半個小時 再過了半個小時,拿它出來看看 再把它倒進一隻碟裡 這個啫喱就完成了 喜歡吃啫喱糖的,就可以把它切成一片片 其實只要加多一點創意,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形狀 我們下次再見 就到這裡,多謝收看 大家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們新影片的通知 還在跟我們休息趁機那些看 吃啫喱的東西 我們一起拍攝的東西